哇 收到刘良 终于五两位的邀请后 为了我们新一代 中国法医的成长 我来参与这次模拟大考 哇 哇 今天可是在礼博这天下 要干活 鸡皮疙瘩 你参与老师教科书版的人物 就是现在我也能得到他的一个考核 哎呀 激动的都想哭了 真的 确实 影视中的角色 你可以想到福尔摩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李昌玲老师这样的一个人 法医圈的神 然后他居然来参加这个 我对方说什么 特别高兴 有种有幸可以跟他同框 出现在同一段内容里面 很震惊 很开心 因为也是第一次 能跟他有这种接触和交流 就又挑战又很激动那种感觉 李昌玲博士是在海内外 在行征 甚至在法医上面 都是享有胜利 我们也希望用他的视野 来看待我们年轻的法医 我们的法医的水平 我觉得也体现了他的这个 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 一个对年轻的激励 第二个给了很多综合性的 难度非常大的这种案件考核 首先欢迎你们 乘坐至少 真相游轮 各种匪夷所思的事件 即将在这里发生 请法医实习生们 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运用你们所学 分析实用 找到真相 接下来 我将为大家 读一封信 这是凶手 留下来的信 凶手还留下了信件 挑战的 这艘船 现在就和我一样 是一种误导 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都无法忍受 我要让你们全部 一个接一个地 从这里笑着 今天这所真相游轮 将上演精彩地表演 二楼的三位水手 我知道你们不想见到 现在你们永远再见不到 我们在名单上面 我们也会死吗 自己死 死了三个了 有倒计时 有倒计时 距离船只靠岸 还有十一个小时 五十九分钟 六十五分钟 反 flu 气 滚 怄 击 落 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